再来关心三度被压的陈水扁呢 这个心情从沮丧已经转为愤怒了 今天呢 有人去跟他会面出来之后 就这个透过了有人他就讲说 蔡守迅说什么他感扰审判啊 还有装病啊根本都不是真的 陈水扁甚至认为说蔡守迅会延压他 其实是要送给马英九一个生日礼物 再度被延压 陈水扁说早在预料之中 只是拿到裁定书后 心情一度沮丧 不过看完裁定书的内容 陈水扁有沮丧转为气愤 透过有人转述一一反驳 针对审判长说他试图干扰审判 陈水扁表示 所外的活动都是社团自发性的 怎么可以拿这样的理由来延压他 还有被认为每回都在装病 陈水扁更气愤 说现在右脚被判断是激进炎 那何必上三次石膏 反驳装病说 而现任后办护照 陈水扁表示是想要出国拼外交 只是护照正好到齐了 最后更说7月13号是马英九的生日 蔡守迅为了要送给总统一份礼物 而咽压他 对于这个审判 整个审判的经过 总统是觉得愤愤不平 他到现在情绪还是 有点激动 可是虽然言语上的激动 看他心情还是蛮平静的 他知道 撑前总统的脚 有肿胀的情况 那他就非常的担心 所以他是有意识说 是不是也请赵医师 有空的 过来一起当面 不符何一婷的严压理由 陈水扁再度透过会面的友人 对外发表言论 终于今晚财政讯出入SNG小组 台北报导